壁炉里的火娘红红火火 山毛举不时发出烧爆石碧爆的响声 大波波娃又回莫斯科了 我只能在福尔摩斯寓所里蹭吃蹭喝 哈德森老太太的厨艺还是很有水准的 福尔摩斯刀住烟斗 坐在沙发一端 首相难得露出了笑脸 他漫不经心的翻住报纸 脱欧障碍扫清了 我放下了手里的杂志 华生 你应当多看些严肃读物 有时我也了解时政 靠花花公子 我将杂志往沙发角落里塞了塞 首相这些天总是在不断争吵 我严肃的说道 看起来唐宁街10号戏风好多了 福尔摩斯将报纸递给了我 他在传递一种政治讯号 华生 你变得很敏锐 那是当然 今晚是中国人除夕之夜 他们将分享一年来辛劳得来的喜悦 许多人在逃离城市 商铺 银行 饭店纷纷关门 街头充满了火药味 小歹徒们出来索要钱财 福尔摩斯露出一丝笑容 你已经学会中国人的幽默了 我起身去找白蓝地 家家户户还贴上了红色的标语 春联 书法与民间习俗的完美结合 我们也可以 难道唐宁街10号门口这边贴 AppStats 那边贴 H I J K L M N 横P O P Q R 我抬头想想了 好像只有汉字有这种力量 首相不但要向中国表达善意 还要向英国华裔表示尊重 中国的强大对所有华人都有益处 我倒了杯酒坐回沙发 文化是双向的 但中国文化服射力还不够 些洛克 有人抱怨首相府都贴了春联 而中国人却在拒绝圣诞 华生 狭隘的是西方 中国人连复活节 感恩节都能接受 我们的表达更多是基于政治 把贴春联和过圣诞 进行对比试挑试 切洛克 我也想请人在卧室贴上春联 福尔摩斯微微一正看住我 上连床上小旋风 下连沙发病大虫 我愤怒的站起身 你还是先给自己找个女朋友吧 为什么中国这么大 人们却能不约儿童回家团聚 他温和的说道 某种宗教教义在引导 不 是情意 但又充满了仪式感 仪式感 从来没有变过 最丰盛的饭菜 最干净的屋子 最漂亮的新衣 最亲切的问候 最整齐的团聚 好像还有磕头失礼 给压岁钱 我努力的想住 你数什么的 华生 我 要数鸭子吧 我这么帅 门前大桥下 游过一群鸭 快来快来数一数 24678 姐呀 常来玩呀 我回忆起一首歌摇 我 1854年1月6日出生 数虎 不过 今年是朱年 你的本命年 我感觉他在骗我 有什么好处吗 没有 如果你是中国人 今年需要穿红嫩裤 也是一种仪式 福尔摩斯点点头 就像压岁钱一样 切洛克 节日里直接给钱特别俗 所以 要用红包 那也一样是钱 俗 福尔摩斯走到桌边 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大红包 递到我手上 给你的压岁钱 我趁他转身 开启小口悄悄瞄了一眼 至少有一千英镑 亲爱的谢洛克 这是伦敦冬天最温暖时刻 我脸上洋溢住幸福 俗呢 怎么会呢 很精致的爱心 也许冒犯了你 一般这是长辈对晚辈的表达 无所谓 切洛克 无所谓 我迅速将红包塞进口袋 起身告辞 如果 你今年跟大波波娃生个小猪仔 我会给你更多 一定努力 一定努力 我迈开了愉快的步伐 祝朋友们春节快乐 一切都好 一切都好 我会给你更多 好 感谢